当我出社会工作十年时 对于金钱的观念 仅停留在要好好工作 存钱买房还贷款退休 最后就能顺利过上终老的一生 直到阅读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 颠覆我的认知 才明白没有拥有正确的财商观念 有可能会让自己一生穷忙 陷入财务泥沼中 因为觉得书中观念 值得更多人了解 所以想借由这部影片 分享书中的精华 让观众用几分钟的时间 就能对金钱有不同的见解 并提升财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选气 每天陪你进步一点点 你将用几分钟的时间 获得一本好书的观念 作者罗伯特清奇 从小就有两个爸爸可以学习 一个是穷爸爸 受过良好的教育 拥有高等学历 在求学过程中都拿到奖学金 出社会工作后 更拥有丰厚的收入 对于金钱的认知是 贪钱乃是万恶之源 最常说的是 我负担不起 结果中期一生 都在个人财务问题 泥沼中挣扎 父爸爸呢 没有完成良好的教育 连国中二年级都没念完 对于金钱的认知是 贫困才是万恶之本 最常说的是 我怎么样才能负担得起 所以他努力建立起自己的事业 最后拥有庞大的资产 甚至成为夏威夷最富有的人之一 观众们可以回想一下 从小到大 大部分父母及老师 都希望我们要好好念书 未来考上好学校 并进入一流企业 再来贷款买房 最后过着安逸的退休生活 奇怪的是 这样的期待 在书中却成为了穷爸爸的思维 而不是父爸爸思维 就是这种期待差异 让我想分享这本书的观念给大家 并解决大家的疑惑 影片中将会分享书中几个重要的概念 包括 一 资产与负债现金流的关系 二 打造富人思维 让钱替你工作 三 先支付给自己 并关注自己的事业 那我们就先来说明 资产与负债现金流的关系吧 什么是资产 资产是能够为你赚钱 能够把钱放进口袋的东西 包括房地产 股票 债券 企业 或者是其他投资 简单来说 资产是一种具有价值的资源 能够为你带来长期的收益 那什么是负债 负债是一种花钱的东西 就是将钱从你口袋流出 它会减少你的净值 可能是消费品 或者是短期满足的事物 这包括房贷 车贷 信用卡债务等 简单来说 负债是一种需要你支付的债务 或者是负担 了解书中对于资产与负债的定义后 观众可以试着思考一下 你买的车子是资产还是负债呢 假设你的车子可以用来跑业务 或者是载客带来收入 那就是资产 相反的 或只是想买来娱乐或者炫耀 需要支付的贷款 会把钱从你的口袋流出 那就是负债 你买的包包是资产还是负债呢 如果买的包包是限量 并有额外增值的空间 那对你来说就是资产 若是买来只是背个一次两次就丢在一旁 没有增值只会贬值 对你来说就是负债 了解完资产与负债的概念后 对我最大的帮助是 让我更知道自己的消费模式 当我想购买奢侈品 或者是高单价的商品时 提醒我思考是想要还是需要 是买进资产还是负债 事实发挥提醒作用 省下不必要的支出 而观众也可以思考一下 你目前所购买的东西 绝大部分是资产还是负债呢 在书中较为正义的就是 房子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 富爸爸认为房子是负债 而穷爸爸却认为是资产 富爸爸的认知 也颠覆了一般人的想象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房子是资产 怎么会是负债呢 富爸爸之所以认为房子是负债 是因为长期下来购买房子 要缴抵押贷款 房地产税保险费 维修费公共设施费等 钱只会不断的从你口袋流出 而且一脚就是20年以上 资金都被卡在房贷里 更损失了资金的机会成本 有些家庭则因为收入提高 将房子越换越大 买进车子以及更高级的家电 逐渐扩大贷款规模 中期一生成为一直缴费的乌奴 也因为房子会让金钱 不断的从口袋流出 所以富爸爸认为房子就是负债 所以一间房子 若只是不断的将你口袋里的钱流出 那对你来说就可能是负债 相反的 若这间房子能够出租给房客 并带来收入 则就可以称作是资产了 而我自己也因为认同富爸爸的观念 原本一直想买房的想法 进而改变顺序 先以租房为主 先将资金投入股市 提高资产与现金流效益 等到未来资产达到一定程度后 利用产租的现金来支付房贷 而这是我目前的做法 观众也可以思考怎么样的方式更适合你 因为要先买房还是租屋 一直以来都是备受争议的话题 以上就是资产与负债现金流的介绍 接着我们来了解如何打造富人思维 让钱替你工作 穷人之所以那么的穷 就是因为他们只为钱工作 富人之所以变得富有 是因为他们在一生中不断的买入资产 让资产替他们赚钱 罗伯特为了向富爸爸学习如何赚钱 就在富爸爸的安排下 在公司里打工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 罗伯特因为不断的被剥削 感到愤愤不平 进而问富爸爸何时才能赚到钱 而富爸爸很开心他能有这样的反应 因为在他旗下的员工中 几乎没有人问过他要如何赚钱 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因为恐惧 只求保有一份稳定工作即可 而恐惧指的就是害怕失去工作 害怕没钱 害怕付不起账单 害怕挨饿等等 所以他们就会越想赚更多的钱 找更多的工作 再花掉更多的钱 最后又产生恐惧 形成恶性循环 就像在牢笼里的老鼠赛跑一样 所以拥有财务知识 以及知道如何处理手中的钱 就是很重要的关键 要拥有财务知识 就是得透过不断的学习 阅读 当财商提高后 才能有效将钱买入资产 让钱替你工作 以下只是书中提到的穷人 中产阶级 以及富人的现金流向图 相信聪明的你看完后 很快就能发现其中的奥秘 让自己可以摆脱老鼠赛跑的命运 从穷人的现金流向图 我们可以看到 只靠薪资单一收入来源 没有太多积蓄 也没有累积什么样的资产 工作收入只够应付生活的各种开支 而中产阶级的现金流向图里 薪资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除了得应付日常开销外 还需要偿还各种债务 例如房贷以及车贷 而富人的现金流向图中 与穷人及中产阶级最大的不同是 累积了众多的资产 包含股票债券以及房地产 产生的现金流 包含股息利息以及租金收入 已经足够应付日常支出 还可以将余款再拿来投资 让资产越滚越大 所以观众只要搞懂 这三张图的区别 你就可以掌握住富人思维了 就是不断的买进资产 只要产生的现金流足以抵消支出 所剩的资金还可以买进更多的资产 摆脱老鼠赛跑的命运是指日可待 最后我们再来说明 先支付给自己 并关注自己的事业的重要性 在上一点里我们提到 大部分的人都是在替别人工作 利用时间换取金钱 以支付生活开支 可以注意到的是 我们总是先支付给别人 最后才支付给自己 正因为如此才会一无所有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一辈子辛勤工作 到了晚年无法继续工作时 却不得不依赖政府提供的资源 例如社会保障 所以应该要提升自律的能力 先支付给自己 当领到薪水时 应该设法优先买入资产 例如股票或者债券 并支付必要的开支 因为缺乏资金 才会迫使自己想赚更多的钱 而关注自己的事业 并不是说一定要你去创业 而是关注自己的资产 可以是股票 债券 房地产 版权 或者是专利 它可以24小时 不间断的替你工作 并产生现金流 所以生活中 我不断的支付自己 买入资产 并关注自己的事业 除了主动收入 更借由股票 债券 经营自媒体 创造多重收入来源 让我在睡觉的同时 有源源不绝的被动收入 以上就是 富爸爸 穷爸爸 这本书 我想分享给观众的内容 我们来总结一下 一 资产就是能把钱 放进你口袋的东西 负债就是 把钱从你口袋里取走的东西 当你在购买一件奢侈品时 可以提醒自己 买进的是资产还是负债 二 富人之所以变得富有 是因为他们在一生中 不断的买入资产 让资产替他们赚钱 想要拥有富人思维 唯独透过不断的学习 及持续买进资产 才能摆脱 老鼠赛跑的命运 三 提升自律的能力 当领到薪水时 先支付自己 买进资产 并实时关注自己的资产 才能带来不间断的现金流 好啦 由衷希望这部影片 能帮助到大家 虽然作者在某些层面上 受到其他人的质疑 但书中的财商观念 却是我们生活中 难以学习到的 借由选器的整理 可以快速吸收 书中的精华 这也是制作影片的初衷 如果你觉得 我的影片内容做得不错 也欢迎帮我按赞支持一下 假设你不想错过未来发布的新影片 也欢迎订阅 也可以将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及家人 相信他们也一定会有所收获 谢谢你们耐心的观看 我们下个影片见了 拜拜